伏羲一时沉默了下去 静静听风小小继续说下去 用现实的俗语来说 你我道不同 本不该相谋 更不该相爱 可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那就只能再挣扎一下 我不强求你破坏自己的法则信念 你也别再来限制我的 所以 你是要我再眼睁睁地看着你 唯一干蝼蚁奔走 置我于身外 伏羲冷冷地看他 我心里只得你一人 你胸中却装了天下万千 那我又平和 又接受此种情谊 不过笔波简陋而已 就凭你空口敷衍 他想要的 从来不仅仅是女娲偶尔的回头 眼看伏羲失去了以往的淡漠 变得隐隐寒怒 不知道为什么 风小小反而轻松起来了 风小小点点头 头一次在与伏羲的对话中 感觉到了平等地位上的自信和强势 就像他终于找回了什么东西 我知道单凭空口白话 根本说服不了你 反正一开始我也没指望能说服 不管是从个性还是从坚持意义上来说 两人都不会是轻易被人说服的那种类型 因为性格 更因为执手执着 既然语言根本没法决定什么 既然你我都有自己必须坚持的东西 那我们就各自为战吧 就像你我在洪荒时的那样 风小小紧紧盯着福西 吐字异常清晰和坚决 你坚持你的法则 而我坚持我的 你不愿意放我奔走游离 我也不愿放你独自逍遥 那就来看看 到底最后我们谁的信念 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一场战役 福西勇敢地接受了挑战 冷笑淡然 但愿你的现实 安好无恙 谢了 祖神的祝福不要白不要 风小小痛快松开手里拽住的衣角 摆摆手转身 走开几步后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回头 对了 既然有赌局 那不如放个彩头 福西完全听不懂 我们好像也没什么能稀罕的东西 风小小想了想 然后满怀恶意地笑了 要不这样吧 如果到最后谁输了的话 以后都要在下面 下面 福西仍旧听不懂 纯洁的祖神注定不可能理解这种隐晦而带有颜色的小调戏 尽管他其实跟对方有过夫妻之识 不过这倒也不妨碍福西听懂风小小语气中包含着的坏心眼 于是他还是成功被挑衅了 福西一把拽过女娲 气息一击 浓厚的威压顿时让对方不自觉地放出蛇尾缓视空中的压力 接着一条苍青长尾缠来 与那条银白色的交缠收紧 好 交为力士 败者永不为上 福西认真发誓 目光牢牢锁住风小小不放 其实不用这么认真也可以的 誓约成立后 风小小尴尬地逃了 他是真心没想到福西会那么当真 听不懂还敢乱发誓 还好这人不像阿盘那么作死 否则也是个被坑的货 而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 福西其实也不算淡定 他一直在纠结自己发下的誓言内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自己关上门琢磨半晌仍然不得其解之后 耿耿于怀觉得这誓言内容绝不会是小事的福西 终于还是不放心了 他决定为自己找个外缘解释一下 点名算了半天 好像自己的分身残魂曾经还有个女儿来着 于是淡定地掏手机 淡定地找号码 最后福西终于拨通了新婚女拔的电话 淡定问 小蛙预示我从此以后都在下面 什么意思 第二天 终于通过多方打听知道上面是个什么意思的福西 气势越发冷烈 眼角轻轻一扫 几乎就能让人感觉身处于北极冰川一样 而在他想要找个人发泄下自己玉土不能土的一口玉气时 挑拨肇事者风小小却早已经落荒而逃 麻了个蛋的 不小心把祖人都调戏了 再不逃想等死啊 其实这样的局面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女拔本来是不想自己撞枪口上找死宣布答案的 可是当她想要撒谎说不知道的时候却又突然想到 万一福西在自己这里得不到答案 她拿着问题又去问了其他更多的人 一想到届时人紧接之后 福西可能会有的暴怒局面 女拔顿时觉得前途一片暗淡无光 干脆还是冒死把这种秘密终止在自己这里就够了 于是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祖身脚尾之约终于得以保密 只在小范围知情人士口中被锦儿甚至的口耳相传 吴小哥头天晚上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回家准备 虽然不知道风小小为什么突然要走得那么急 但是她反正随时都抽得出空来 接上人后不忙着奔去火车站 吴小哥带风小小先去把超市扫荡了一圈 挑上六岁小男孩中间正流行的零食一通扫货 再去二楼儿童专柜熟练自然地挑了一大包 适合小孩子的柔软又帅气的衣服 然后又到玩具店 看着色彩艳丽的形形色色各种玩具 吴小哥轻泽一声还是没伸手扭头问 等你治好阿胜 他就可以看到这些了吧 等到走出商场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一个早上 吴小哥手里大包小包再看不出六扇门精英boss风采 整个过程全程旁观的风小小看得叹为观止啊 这种家居日常简直是挑战他记忆中的对方风格印象 可是吴小哥却将一切都做得自然无比 仿佛从交代完工作走出巡逻区的那一刻起 他整个人就完全放松了下来 退去六扇门总扑头外衣之后 吴小哥看起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 放假回家探望弟弟的平凡可靠大哥 很紧张 坐上火车后吴小哥侧头扫过来一眼 对于风小小一路都没怎么说话的反应有些好奇 风小小牙疼个 其实就是有点不习惯 吴小哥一挑眉看过来 风小小叹口气自动就解释开了 主要我觉得你 嗯 似乎话风和平常有点不大一样 吴小哥懂了 吃笑一声 哼 我是回家探亲 又不是去鸡拿要饭 好吧 这人说的话其实也没错 人家虽然中二 但人家也有天地君亲师 回家一屋子老的都要静着 一屋子小的虽然能可劲地操练 但毕竟自家孩子和外面那些耐操耐摔的手下还是有区别的 于是吴小哥现在转个日常也确实是没什么不对的了 不然难道还让他继续顶着一张嘲讽脸跟自己长辈师尊放嘴刀不成 风小小表示理解并很快接受了这个设定 看着看着也就没最开始那么不习惯了 吴小哥打扮挺休闲 虽然一副露纸手套依然有些吸引旁人注意力 但是看其他地方也不过就是普通的路人感觉 没有小区里带队巡逻师的那么锋芒毕露 更让风小小感动的是 火车上有人随手丢瓜子皮 也没见他抄起锁链就上去抽人了 顶多就是斜眼丢个眼刀 顺便放放冷气威胁一下 随手撕开一包画眉递给风小小 吴小哥表示自己堂弟的主治医师还是要照顾好的 趁着旅途这段时间 他还给风小小普及了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 我父亲那一辈是三个兄弟加一个小姑姑 父亲台老大 我这一辈子想用国家号召都是独生子女 不过堂弟表弟 要算上远房的那些的话也挺多的 其他人你不用管 关键是我那个小堂弟 他是小叔叔的老来子 因为身体原因一直被家里其他人宠着 乖巧嘛是挺乖巧 但不大于外人接触 所以可能有些内向 两人旁边座位的是一对中年夫妇 听到这话顿时感觉亲切地插了句嘴 呀 改谢法回家见父母 风小小 吴小哥 哎呀 摩神 公公婆婆同仓不会为那儿媳妇 原佛就难说了 向导念 我呀 中年男人一脸感慨 开始发散思维 滔滔不绝又滔滔不绝 吴小哥和风小小对视一眼 瞬间都觉得有些无语 不过这倒也是天朝人坐火车的特色 不管天南地北 只要坐到一起就是朋友 旅途漫漫 不和旁边人聊天的话 根本就混不下去 连吴小哥这样的朝廷鹰犬 都有点兼不起这架势 又不可能锁链亮出来叫人闭嘴 于是最后吴小哥也只能尴尬咳嗽一声 若无其事状 冲风小小点点头 其实也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还是下车再说吧 好 这几句话一出来 中年男人顿时被老婆掐了 大妈揪着自己老伴的胳膊嫩肉 就一个三百六十度旋转 人家联聘呢 你瞎白活啥的 被吸批的俩人 大概是注意到了 火车上的环境并不适合交流 更何况他们要交流的内容当中 还有许多是超越了 常适和一般人认知的部分 比如说神魔 比如说江湖 无话可说 两人只能是各自拿了手机小说 混到终点 然后下了火车之后 吴家早就得到消息 派了人过来接站了 上了自家车子以后 吴小哥尴尬一路的心情 才终于放松了些 来接站的司机 大概也是五家子弟 就是那位司机 从见到自己之后 已经隐秽打量过来好几眼了 不是看吴小哥 绯闻女友的那种打量 倒像是知道了些什么 而后有些戒备 又有些评估的眼神 封小小咳嗽一声 等车子发动了 又从后视镜看前面 头来一眼之后 终于忍不住 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 司机打方向盘 开出火车站 谨慎想了想后 跳过风小小 直接挑上吴小哥 休哥 你说这姑娘 能治好阿尚的眼睛吗 吴小哥大概是 之前被长辈教育过 现在也懒得解释了 身子靠上车椅后背 直接挑眉邪腻一眼过去 你有意见 好吧 日常巷的五哥 也仍是嚣张依旧 我倒是没意见 司机撇撇嘴 不过家里可听说 你要接人回来 你家老爷子发话 让这姑娘到家之后 先过去见她 换句话说 人家要掂量掂量 风小小的金粮 看看到底是哪来的江湖骗子 居然能把自己家 年轻一辈的 头好得意子弟 都给骗得七婚八素 风小小远目装死 他们既然敢颠 难道他还怕他们颠不成 吴小哥看了一眼 风小小 目光转回来冷笑个 别劳动老爷子出手了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在门口就可以自己试试 这话表面上听起来 像是在给风小小找麻烦 但四季总感觉 其中似有杀机 这么自信 我总觉得不大对劲 不过让别人去试试 还是可以考虑的 自己明哲保身 看看情况再说嘛 在风小小的默认 和吴小哥的拭目以待下 四季迟疑地掏出手机 往后座看了一眼 果然没人阻止自己 不想的感觉越来越浓烈了 不过秉承着作死 啊不 好奇之心 这小子还是没忍住地 当着两人的面 就往家里拨了电话 风小小默默听着电话里 一通安排 所谓精英子弟 所谓兵阵 所谓机关 玩坏了真的不要紧吗 听起来好像真是挺大的 终于忍不下去的风小小 扭头确认了下 司机肃然起敬 这小姑娘还真敢夸下海口 吴小哥审然一笑 他们自己要送上来作死 老子也不能不成全 这帮小兔崽子呀 司机突然有种淡疼的感觉 这热闹果然不是那么好看的 放心 老子不出手 就在旁边看着你们玩 吴小哥手掌随意在脸边 闪闪风 拍胸对风小小戏虐认道 正好多久没人盯着他们操练了 估计身手都生疏了不少 回头看见有的打得不好看的 别给我客气啊 使劲往死里头虐 莫非这不是江湖骗子 而是某家族藏起来的什么新生代高手 司机又想去拿手机通风报信了 可惜手还没离开方向盘 吴小哥已经有先见之名 探过身来 一手把副驾驶的手机拿过去 我开流量看会儿小说 你慢慢看 不要我修哥 司机简直要泪流满面 他要现在都还看不出来 吴哥是故意整他的话 那么这么多年真是白处了 都是自家人 不要这么不给面子嘛 歇意的目光转向了风小小 后者顶着司机充满期待的目光 认真想了想 而后甜甜微笑 别担心 我会很温柔的 吴家虽然挺有神秘色彩 但这也只不过是因为圈内人士的吹捧罢了 如果要真正来到吴家的话 看到的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大院 家里人口多 住在一起也更方便练功 所以老宅一直都是在乡下没搬过 吴小哥给风小小介绍着 顺便还在必要的时候提醒一两句 免得对方一不小心踩到烂泥塘 城里地皮贵 我们干的一般都是护卫的活 即便是有点积蓄 也拿去买药材做汤浴了 要不就是添兵器 购置机关材料 最后自然胜不下什么闲钱 不过家里子弟成年以后 倒是可以申请去城里工作 一般都是到六扇门 也有进军队的 国家会适当发些补贴 风小小瞬间有种幻想破灭的感觉 不是说穷魂富武吗 不是说隐士鼓舞 世家跺跺脚脚 也能让京城抖三抖吗 骗子都是骗子 整理一下应梦想落差 而有些失望的心情 再想想家里那帮 更加不修蝙蝠的什么鬼怪 调整好心情之后 风小小安慰自己 这一切都没什么好稀奇的 没看二郎神不出门的时候 也喜欢穿个棉制睡衣在客厅里慌悠吗 五个家里难道就没什么经商呢 风小小还是忍不住幻想了下 五小哥诧异看他一眼 从小练功都没什么时间了 怎么可能有太多子弟从商啊 就算真有 那也属于个人爱好 没人规定你是家族人 就一定要把所有家产都拿出来奉献全族的 好吧 这个设定似乎 也没什么不对 风小小暗暗决定 回去以后 一定要去网上那些小说下面留个差评 而后终于放弃追究 引誓古武家族的独到神秘之处 一路走来 乡间地头都是穿着汉背心的粗汉子和黑妹子 要不就是他拉着拖鞋 还牵着牛的老汉老太婆 如果说这些景象已经足够把风小小拉回现实的话 那么当终于到达传说中的武家大门 见到门口一个摇着普扇晒着肚皮正扇风的中年男人时 风小小最后一丝美好情怀 也已经彻底碎成喳喳 八 五小哥的称呼更加惊悚 上前跟那个中年男人打了声招呼 顿时把风小小吓到 后者翻起眼皮看了几人一眼 发现有风小小这么个妹子 忙把衣服翻下来盖好肚皮 而后才干咳几声 小小 这就是你说的朋友 五哥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第一高手 也就是您亲爹 风小小也很想反问一句 可是想想似乎不大礼貌 还是算了 五哥应了声后答道 爷爷说叫到了以后直接把人带过去 我也听说了 五爸爸点点头叹口气 哎 老爷子很生气呀 院子里摆的这事就是等你们哪 你说家里培养你这么大 费了多少心血 寄予了多少期望 结果前二十几年的练功 那么艰苦都没见你青春期盼你 思想教育里 忠君爱国 信职永逸 也都是学得好好的 怎么接了六扇门的担子之后 就变得那么好糊弄了呢 五哥之前那个电话打回家的时候 真是把五爷爷气得够呛 神魔鬼怪 窝了个大操 你小子学二十年忠君爱国 就学成这封建迷信的结果 老爷子当时险些捏着电话就直接冲出去 一火车杀到五小哥身边 把这个孙子打爆头 要不是当时正好是晚上 而后又有五妈妈在旁边好严安抚 总算是给五小哥一个缓冲时间的话 不用等到五小哥带着罪魁祸首回来自投罗网 恐怕早在几天前 六扇门总头目的脸就已经在手下面前全丢光了 封小小本来不想插嘴人家父子谈话 但事关自己 还有事关五小哥之后会不会继续支持元首 所以有些话不说还真是不行了 五伯伯 有些事情你们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 话是不是先别说那么满的好 再说我这次主要是来帮五哥的堂弟治眼睛 真治不好再说治不好的事 反正我在你们家也逃不掉不是啊 听完这番话 五爸爸这才算是高看风小小一眼 胆子不小啊 你倒是真敢硬着条件 到了五家门口还没被吓跑的 要么就是真有仗势 要么就是胆大包天 想撑个惊天骗局 五爸爸来兴趣了 行啊 你要真能治好阿圣的眼睛 小修的事情 我就保证给你抹了 这儿子 随便你拿去使唤 不管风小小是哪一种 反正五爸爸只看结果 随便你使什么法子 能把人治好就行 真治好人的话 也不管你随便想干什么事情 只要不叫谋反和违反法令法规 咱家孩子随便你操练 五小哥听见也当没听见 救命之恩本来就要以身相 呸 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只要堂弟眼睛能好 五家子弟本来就该报恩感谢 所以被老爸随口送出去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本集演播 曼猪尔 隔壁张老三 大马金刀 区区